我比我男朋友大几岁 在我们相处的这一年多的时间里 我觉得她不成熟 而且很多时候不顾及我的感受 也没有在别人面前正式地介绍过我 我们沟通过很多次 她总是不以为然 我觉得我女朋友脾气真的是太大了 平常我不管做什么 也不管对你错 只要她不开心 就全都是我的错 我真的挺怕她的 我今天来到这儿 我就是想知道 我们今后到底应该怎样相处 我们合适吗 天天就这么吵 放在谁身上谁能受了 我想知道我真的错了吗 是我不成熟 还是你太挑剔 掌声有请这一队 有请 傅先生25岁 来自黑龙江自由职业 陈玉士30岁 来自吉林消瘦 来 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认识一年多是吧 对 在怎么认识的呀 我们两个是在工作的地方认识的 我们俩原来在同一个单位 同事是吧 对 同事 谁追的谁啊 我追的他 闲人不成熟是吧 对 咋不成熟呢 今年过年的时候 我有带他回家 因为我年纪比较大了 你年纪有多大呀 我30了 30岁就年龄比较大了 这是刚开始吗 人生 没有 家里催婚催得比较紧 我就带他回到家 见我父母 回家之前我告诉他了 我说你一定要多跟父母聊聊天 结果你呢 除了吃饭就是知道吃饭 一句话都没有好吗 我爸不问你 你就直直在这坐着好吗 我当时也说了 毕竟跟老人坐在一起聊天 因为他们毕竟五六十岁的人了 然后吧 他们跟我说有一些 我就是不太清楚 我能说的 我都说了 我能做的我也都做 那你说你跟我父母 你说你沟通不了 那跟我朋友呢 一月份的时候 我朋友结婚 他办婚礼不在我们长寿那边 在奇奇哈尔 他工作又忙又过不去 我女朋友说 那就先前 我找你们两个吃个饭吧 因为也没见过他 我也想正式地 把他介绍给我的同事 跟我的朋友 然后就带他去了 结果吃饭的那两小时 你又干嘛呢 一直就是玩手机 几乎跟人家又是一句话都没有 结果吃完饭 你们当时去的是三个女的一个男的 然后把这个哥们 他也不怎么说话 然后剩三个女的 他们女人之间 我觉得我没必要去参与这些事 这个好像不是不成熟吧 就不爱说话吗 充其量 不是他就是说话聊天 特别特别的不成熟 他总认为就是说无所谓的 但是让别人会感觉很不舒服的 你总说你挑我的事 你没想过你自己吗 你怎么发的火 我怎么发火了我 上次我一个哥 家孩子过满月 然后我领他过去的 到楼上了 我就上里屋 跟我这一个哥哥唠嗑 他就跟外边就帮忙我 然后跟屋里正唠嗑呢 他就进来 就跟他命令的语气 开门就一二三 然后没等我说话的门 就是摔上门就熟去了 啥意思 我也不知道 就是生一肚子气 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因为啥 就跟我发火 我为什么发火 你自己心里没数吗 主持人是这样的 伴满月的这个哥 我之前是见过也认识 但是下楼接的是 另外的一个朋友 我不认识 我希望你正式的 把我介绍给你朋友的时候 你会说这是我女朋友 你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吗 我之前跟他们都说过 我说我今天会有对象 你跟他们说过 跟当着我的面 把我介绍给他们 是两回事好吗 我觉得自个假日 没有必要 特别那么正式的 然后去介绍 毕竟都是二三十岁的 没有必要那么正式吧 我觉得 行 没介绍您 您生气了 是吧 对 然后我就生气了 我也没事做 然后跟人家也不熟 那我干嘛 只能帮着你哥 在厨房里忙对吧 一直忙到吃饭 然后外面需要装凳子 所以我才进屋 从你发的火 我说你出来 帮他装一下这个凳子 不是 搬凳子就搬凳子 跟一二三有什么关系 他不说一进屋 说一二三吗 什么意思 平常他做什么事 如果说你达不到 我要求的时候 我会查数 一二三 那如果他不同意的话 我就生气了 哦 就是这个 是你们俩之间的暗语 是吧 就是我要生气了 一二三 对 差不多 我说你出来帮哥 装一下凳子 然后没动 瞅瞅我 我跟哥玩游戏呢 然后我就一二三 他还是没动 还在那坐着 我关门我就出来了 那我很尴尬 因为屋里的那个哥哥 我不认识 然后呢 你不觉得 一二三摔到门 你就出去了 我干不干 如果你之前介绍我的话 会有这种情况吗 你总是这样不介绍我 这也就不是第一次了 去年 在他父亲 还没有去世的时候 因为他父亲是年后生的病 过年之前 我是跟他回过一次 他老家 那是我正式的第一次见他爸 见老人吗 我觉得最起码 你得介绍吧 结果人家又是没介绍 就是我们俩上楼了 到家里 他把门打开了 门里的是他父亲 门外的是我跟他 结果他换鞋进屋了 门口就剩我跟他爸两个人 那我站在门口 我是进这个屋啊 我还是不进这个屋 嗯 进他 叔叔好 进他 万一不是他爸呢 因为他爱人招呼也没打 是是是 那我家不我爸开门 还能谁开门呢 你那些叔也在里面 好 咱不说咱不说是开门 这个人是是吧 叔叔好 我拖鞋进屋了 结果一开门呢 屋里四个叔叔大爷 在那坐着打扑 聊天喝茶呢 我还是不认识 结果人家在那谈笑风生的 我就是一个外人 往那一处站着 跟傻子一样 一站站了八多小时 对吧 我之前也说过 我之前给我爸打过电话 我说我今天我俩几点到家 回时候我开门 我爸站着门口 我就进屋了 他就门口 他叫了一声说 我叔叔还要进屋吧 我爸就这么说的 然后就这样子进屋了 进屋之后吧 我有几个叔叔 在屋里边打扑克 我也不好意思说 再提起的啥 从介绍 毕竟这事已经过了 那为什么在咱们吃饭的时候 你再不重新介绍我一下呢 我当时行的说 咱已经处在这里 毕竟处在吃饭了 就是乐喝喝吃口饭 总是你那么想 那我那么想吗 最起码的介绍 是你对我一个尊重 也是对于 别人的一块开门装 我总不能 你带着我出去的时候 我直接跟人家说 我是你对象 不能吧 我也公开过吧 我公开过朋友圈 他们也都知道 说我有的圈了 就是没必要说 你不提这朋友圈还好 上次是因为 见完他父亲回来 我生气了 然后他就拿着手机 在这发朋友圈 发了一张 我俩的合照 结果你的朋友 在底下评论的是什么 你自己说 写了句什么话呀 是你阿姨吗 他的朋友 直接在下面问 那是你阿姨吗 结果你解释了吗 你有解释吗 这就是你所谓的介绍吗 咱们两个在一起 也不是说为了给别人看呢 他怎么评论是他的事 我是想说 我俩说好点 然后我也没打算 那上次哥过生日呢 也是吧 他表哥过生日 然后他带着我去的 他表哥的女朋友 是我同一个单位的同事 也是一样的 进门 人家坐那了 你有介绍吗 然后甚至吃饭的时候 你哥也起身问你了吧 这是谁呀老店 结果你咋说的 拼车来的 那不你自己说的吗 没等我说话 你就自己说 我自己跟我介绍 我没有办法 那别人问过我怎么说 还是那样吗 我是他对象 大家好 那你说那吃来个人 我还能按个给你介绍 这个是谁 这个是谁 没有必要计较那么多吧 我觉得最起码的尊重得有吧 还有别的吗 姑娘 这恋爱 她总是动不动 就是生气 不管我做的对了也好 说错了也好 她总是就是这么样的生气 我没有 并没有 是你完全听不懂我的话 是你幼稚好不好 那上一次轻轨那事呢 也是一样的吧 上一次轻轨那件事 是那个主持人这么说 当时是他下班 我去接他 然后吧 我正在做轻轨呢 他就给我回了条微信 说那个你不用过来了 说你下车吧 然后我从那边我就下车了 下车之后 他就开始生气了 阿说因为你没有接我 是他自己说的下车 根本就不是那样 我是让你到会染中心 距离你下站的那一个地方 到会染中心也就算了 对吧 我当时你怎么说的 我这边有录音 我已经交给咱们栏目署了 然后麻烦一下 给我放一下好吗 到哪了 你不用往过来了 你在轻轨那边站着吧 我买票进去 你看他自己说的 然后你就不用出来了 然后再回去再补票吧 你在轻轨站里面等着我 我现在往过走了 我下班了 我是告诉你到会染中心的这一站在轻轨的里面等我 但是当时我是在坐车的情况下 而不是说我到站了 你在那下车了也行 就差三站了 那我坐车到那一站找你 结果你呢 我当时不是做错了吗 我不是走错了吗 那这些怪我脾气大吗 是因为你听不懂我的话总是这样 然后只要我说什么 你就认为我火气大好不好 哎呀 这个恋爱谈的 累吗姑娘 累 其实我觉得他最大的变化就是在他辞职之后 上一次他跟一个女策划 策划一个我们那边一个商场的一个活动 大概是晚上将近11点多了给你发微信对吧 连发微信在打电话的 然后还特别点 我问你 我说谁 你告诉我 单位的 第二天活结束了 第二天晚上两个人还发微信 还要请你吃饭 但是他之前就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他可能觉得让我帮他忙 可能说感觉不好意思或者是咋的 然后说请我吃饭 你们一起工作的那么多 他就单独找你吃饭 你认为正常吗 那其他人干的都不好是吗 就显着你了是吗 我带一个我没有去吃饭好不好 你们白天不可以聊天吗 为什么不要等到晚上半夜的时候发微信 你觉得对于我尊重吗 所以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呀 我觉得如果他在这么幼稚 就是很多事情还是这种一一孤行 我真的是很累了 你相信这臭小子吗 相信 那还那么介意啊 那我作为你的女朋友 我最起码的一点主权我得争夺吧 我得有吧 你啥主权 本来你 就是原来他都没有在他的朋友面前 正式介绍过我 然后你还跟别的女孩在这聊天 因为你就在我身边 你私下里面有没有跟他说过这事 说你看你这样不行 我不止说过一次两次了 那他的理由是什么呢 我有过介绍 你什么时候介绍给我 见你爸没介绍 见你妈也没有 见你哥没有 见你朋友没有 甚至见到咱们共同的同事也没有 从来都没有过好吗 你说现在这个就是网络 他就是随随地 他就知道你有对象了 是谁他都知道了 没有必要说你都已经 他很在意这件事 他再也知道 没有必要了我觉得 小子他很在意这件事 你介绍一下不就完了吗 可能是我性质就是比较大大咧咧的 跟你性格没关系好吗 那跟什么有关系呢 我是觉得你根本就不在意我 不在意你为什么还跟他交往呢 因为最开始我觉得交往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人老实 老实到什么样 你告诉我什么 我说什么 那不就行了吗 但是唯独这件事 你为什么不说呢 你这不还是不在意我吗 不在意就别跟他在一起呗 如果他改了 我觉得他现在人品是没有问题的呀 我们现在讨论的不是人品啊 你不就介意这个吗 那你总会想找一个十分完美的人吗 那就去找那个完美的人呢 那你如果把你自己身边的这样一个人 改造成一个十分完美的人 那样更好呀我觉得 一年多改的怎么样了 改不了 现在他认为他美 改不了到我们这儿就能改了 你家人知道这个女朋友吗 知道 你母亲对她什么印象 我妈就这么跟我说的 孩子以后也是你俩过日子 你同意了 我这边同意了 就妈妈还是挺开明的 对 这事你知道吗 我知道 知道不就算认可了吗 这个是在相处过程中 她妈认可的这个人 但是最起码见面的 我觉得这个介绍还是要有 行 真能较劲 他父母你见过吗 见过 对他什么评价啊 我爸就觉得年纪小 因为他比我小了整整五岁 我爸就说 你看你俩以后会不会因为这种事吵架 尤其你性格这么急 他性格这么慢 好吗 吵 老人是有眼力见的 就发现你们吵 这半年越来越累 越来越累 你也觉得累吧 我就是 跟他在一起 除了觉得累 还有什么好的感受 他对我特别好 对我妈也特别好 他除了脾气这方面 也挺体贴的 都挺好的 就是体贴 是吧 就是在他 就是脾气不好 对 在他不开心的时候 就是不管你做错了也是对了 他都会就是数落你 就是各种数落 开心的时候多还是不开心的时候多呀 不开心的时候吧 不开心的时候多 对 就数落的时候多呗 是这意思吧 我都得提心吊胆的 就生怕他生气 每天都这样 对 行吧 你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女生很可爱 生气之前还有预警 一 二 三 你刚才说 想试图地改造他 我以我的人生阅历告诉你 恋人之间 你要试图去改造一个人 你非常会徒劳 甚至你没有把他改造了 你最后把自己改造疯了 人只能在这样的相处过程当中去磨合 改造不了对方 你说句心里话 他在意你比他大五岁吗 不在意 小伙子你说句心里话 你在意他比你大五岁吗 不在意 但我显然看到 你们爱情的知名商之一 就是他比你大五岁 你的潜意识当中 非常抵触他比你大五岁 在朋友面前 亲人面前 你有意无意地不介绍他 这就是一种潜意识的 真实的行为 我们说自己有了恋人 最想让全世界都知道 而你恰恰不是 你内心很矛盾 这也就导致了你说微信朋友圈你特别生气的 他发了你们两个人的这一个合照 没有表达清楚你们是恋人 没有 也就至于你的朋友认为他是你阿姨 这恰恰又出动了他最敏感的地带 他很想让你明白无误地告诉世界 他是你女朋友 对 所以男生如果要想继续相处的话 你这个矛盾的心态 你要走出来 我不太同意余老师刚才说的 就是男生在意五岁这个年龄差 我觉得反而更在乎这个年龄差的是女士 其实在你心里面 你对于这个五岁的年龄差 是非常非常介意的 对 你把他正式介绍你的这个形式 看得这么重要 就足以证明 其实你们这段关系 在你自己心里面 是完全不自信不认可的 你很怕他身边的任何一个人 不知道你是他的女朋友 但其实 两个人在一起出现在公众面前 你们两个人什么关系 大家一眼就看得出来 你想象一下这个场景 大家朋友一聚会 我带了一个女孩来 她一挽我胳膊 我们两个人一对视 在场哪个人不知道你们俩什么关系啊 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形式 要很正式跟大家说 我女朋友 这是对你的尊重 我理解 但是 如果真的是很自信这段关系的人 不会这么在意说 有没有这么正式给大家介绍 说我是谁谁谁 所以 内心的不自信和自卑完全来自于你这边 第二点我想说的是 就咱吵架的时候啊 分贝稍微下来点 我都能想象到你们两个人在生活当中 这种吵架的场景 你会让他有一种特别想逃跑的欲望 如果你长时间以自我为中心的 肆意地去圈械自己的这种情绪的话 会给对方带来很不舒适的感受 因为你完全不听我在说什么 你只是一味地在发泄你的情绪 可是真正遇到问题的时候 是要先放下情绪去解决问题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打的心眼里 这么不认可自己的话 觉得我比你大五岁 我好像就怎么着了 那你还不如放手 你找一个比你大五岁的人 是不是 如果你一直这么拧巴 这么纠结的话 苦了你自己也苦了人家啊 对吧 好吧 就给这么多建议 谢谢 我也非常同意他的老师说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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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我没有考虑过年龄的这个感觉 你找一个比你大五岁的人 你嫌弃别人老 你找一个比自己小五岁的人 你嫌弃自己老 只有自己认为自己拿不出手的人 才需要别人隆重的接受 你遇上一个爱你的男人 你年长他五岁 变成了优势 你遇上一个不爱你的男人 你年长五岁就变成了你的劣势 那就看你自己怎么看 关键是你自己觉得自己不行 你觉得自己老 所以你特别害怕被冷落 你每一声高喊 每一次强调 你都在告诉大家 我觉得我老 你这样真的是会每天叫着叫着 把自己叫得越来越老 其实要找一个比自己年龄小的男朋友 这女人是需要自信的 至少我认为你对于他你就不行 你还是找一个年龄相当的吧 要不然的话他就像你的一面镜子 你总是问这面镜子 摩镜摩镜告诉我我老不老 摩镜每次都不介绍你 都说是的 你是挺老的 那你再接下来下去 你的状况会越来越糟糕 在一个大庭广众之下 你歇斯底里从头咆哮到尾 别说他就我们所有人都听不下去 我们担心你再这样下去的话 你会加速的衰老 所以你现在需要做的是 正视自己的年龄 谁还不老呢 所以你怕什么呢 别怕 心态年轻很重要 对于男生来说 你可能会认为 我这个年纪 所以我幼稚一些 我不懂什么礼仪是正确的 但如果你真心爱她 你恨不得天底下都知道 这是我的女人 而你并没有这么做 所以本能的情况下 像于老师所说 我也认为 我不说你是在意她的年龄 我是认为你挺不喜欢她的 否则的话 人的本能就是 我希望告诉大家 我们的爱情是美好的 而不像你 你别一天到晚跟别人说 你五岁六岁了 该怎么谈就怎么谈 好吧 就这样 你们俩所有的纠结点 就那俩字嘛 叫名分嘛 你一直想要个名分嘛 你却不想给 我倒觉得男生有点 不坦诚了 你享受他对你的好 但是更多的时候 你会觉得烦 所以你需要坦诚 女生也需要坦诚 当你们俩都坦诚的时候 就好办了 但是这段关系看起来 好像都挺累的 都是女生在要 你要给我介绍 你要带我去见你的家人 你要怎样 全是你要求 而不是他发自内心给 所以你们自己看这个关系 应该怎么处理吧 老师们都给你们分析完了 我们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咱们两个也 就是准备了 揭曉 有点被迹赛 女生说说 你那回忆是啥吧 那是我昨天做的 一份水果捞 之前我们在 同一个单位的时候 在每天下班特别晚 平时也没有 吃水果的时间 每天就想着说 做一点什么东西 给他送过去 感情是两个人的 你总是这样让我 牵着你走 我真的会很累 也许 你改不掉 这可能就是我给你 做的最后一份水果了 你那个什么呀 我那是一份凉皮 啥意思 就是过年之前吧 然后他当时是 晚上给我发微信 告诉我说我想吃凉皮 因为那时候 我是在上班嘛 天天得十二点多 能下班 然后我休息的时候了 我就回去给他 送一份凉皮 就是说持续这样的话 我持续了一个月 我只希望呢 他拿到这个凉皮呢 他能知道 我在尽力对他 行吧 谢谢两位 请回吧 请关门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大家登陆 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 爱奇艺 搜狐视频 观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来吧 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请开门 小子啊 当着这个全国观众的面 您给介绍一下 你身边的这位女士呗 这位是我的女朋友 行了吧姑娘 过了坎吧 来有请小花童有请 谢谢您 接下来我们见证属于这一队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咱们两个还在一起吗 我会尽量的去改一改 然后也希望你别太发火了 我希望我们的运气摆得到了 谢谢老妹 祝你们幸福 请回吧 谢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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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老师